先再開啟範例檔案裡面的151的擷取瓜糊中置串範例 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主要是希望它能夠把B欄這個地方的資料顯示出來 目前你可以看到說B欄裡面好像已經有答案了 請各位注意一下 待會請你做一件事 其實我們希望做的事情是希望把那個A欄裡面有瓜糊裡面的資料 幫我抓到B欄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當然你會看到這邊其實有公式啦 所以請你把這個公式把它刪掉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待會要做的 OK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好了 所以第一件事啦 你們可以把這個上面的公式先把它刪掉 好 把它刪掉 那接下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我如果我的需求是希望可以把 A欄裡面的這個瓜糊喔 裡面的資料 可以幫我把它放到B欄裡面去 所以你會發現啦 這個大概有幾種狀況 第一個就是裡面有瓜糊的 也有沒瓜糊的 那如果沒有瓜糊的話 裡面就空的 如果有瓜糊的話呢 就幫我把瓜糊裡面的資料 把它取出來喔 放在那個B欄的隔壁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問題來了喔 你需要用到哪些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啦 你會想說 老師你之前講過好像是用那個 如果要取第三屆冠軍這幾個字的話 因為它在文字的中間嘛 那當然我第一個會想到說 你可以用之前教過的什麼MID的函數有沒有 MID的就MID的嘛 可是問題來了喔 這個問題就是說呢 它的MID的函數對不對 那假設你把資料給它 所以TEST是資料 那當然你STAR NUMBER的話 是哪個字開始 那你總不可能就用算的吧 1 2 3 4 那我就給4 那如果你要取什麼 取幾個字 五個字的話 那你就輸入5 當然你這邊會取得第三屆冠軍 可是問題來了喔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 你把它向下填滿 或者是向上填滿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它怎麼取出來的東西 跟你原來想的不一樣 對 因為呢 你剛剛的公式 只能符合A3這個儲存格 是OK的 但是其他的就不行了 那其他 你說老師 那其他怎麼辦 其他這個怎麼辦 你說老師我知道了 這個可能把這個地方的長度 它只有4個字 可是它這邊 剛剛的公式是5個字 那你把它改成4 然後打個勾 這邊又有了 問題來了不對啊 如果你這邊一堆的儲存格 你豈不是要改到沒有為止 那不對啦 所以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建立一個規則 然後這個規則的話就是說呢 可以一體適用的 也就是說呢 我不管說它的刮鬍在哪邊 我只要 我就可以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當然這邊的話呢 可能提示一下 你需要用一個函數 做什麼呢 去找出它的前刮鬍跟後刮鬍的位置 前刮鬍跟後刮鬍 那如果假設我找到前刮鬍的位置之後的話 那因為這邊是123嘛 那可是我要的資料應該是4 所以你再把它怎麼樣 把它加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的資料是在 前刮鬍的位置的下一個字 再來的話要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 我可以找到後刮鬍的位置 可能這個位置好像是3 我記得好像這邊算過來 這個是9 所以呢 如果我要知道它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那我可以把9 減掉這個3 因為它是第三個字 9減掉3之後得到6 那你說老師它沒有6個字 它只有5個字 為什麼它是6 因為你減的位置應該是減掉這個刮鬍的下一個 應該是減掉這個啦 應該是9減4才對啦 因為我要的字是從這邊開始算起 而不是從這邊算 所以怎麼樣 你再把它減1不就好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找到那個前刮鬍跟後刮鬍的位置 如果找得到的話 那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試試看 接下來的話你可以插入函數 用文字類裡面的一個函數叫fine fine這個函數的話 顧名思義啦 尋找嘛 那尋找什麼呢 其實啊 底下會跟你講說 在某個文字串 找另外 其實意思是說呢 在這個裡面找錢瓜阿虎啦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 首先我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你要找什麼 找錢瓜阿虎 所以fine test 就是找什麼 找錢瓜阿虎 你打一個錢瓜阿虎 它會自動移開 幫你加前後雙引號 那within的話呢 是在哪邊 在這邊 那幫我找找看 錢瓜阿虎 的位置在哪裡 那第三個是從哪邊開始找 如果空白的話 應該是從頭找 那我們空白好了 好 那你會發現呢 他得到的結果就是3 有沒有發現 1 2 3 剛剛好3對不對 然後後瓜阿虎的位置在哪裡 那一樣啦 你可以在插入函數 然後呢 找到那個fine函數 然後跟他講說 你幫我找後瓜阿虎的位置 後瓜阿虎的位置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在這邊within 找這個 那你會發現 後瓜阿虎的位置找到了第九個字 所以啊 你其實可以從這兩個訊息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那這個好像跟我們之前講那個 那個什麼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那個 有點像 路階道 如果要取路階道的話 其實還蠻像的 那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要怎麼樣把 med 結合fine 試試看 當然呢 如果你用fine的話 還有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呢 你把他向上填滿 跟向下填滿的話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這邊好像會有個錯誤訊息 這個錯誤訊息怎麼來的 這個錯誤訊息的話就是說 當你要他去找 錢瓜阿虎的時候 如果你有找到錢瓜阿虎 他會跟你講說 到底是哪個字的位置 可是如果假設你給他的資料裡面 並沒有錢瓜阿虎 這個文字的話 他就會出現錯誤訊息 那這個錯誤訊息意思是說 為什麼你給我的資料有錯誤呢 所以 僅是錯誤嘛 value的話是資料 意思是說 你不是叫我找錢瓜阿虎 但是為什麼裡面沒有錢瓜阿虎 那是不是有什麼錯誤呢 OK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當問題來了 這個錯誤訊息確實有點干擾啦 其實當然不管他也沒關係 可是我們如果不希望他出現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這個部分的話待會再來看 所以理論上會需要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就是用mid 第二個函數用fine 第三個函數可能用ifl 另外待會兒講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試一下就是把剛剛提到就是在範例檔案裡面的那個100 這個01的文字語資料函數裡面 找到151 截取瓜阿虎中字串這個範例 主要我們的需求是希望把B欄裡面的資料 把它取得A欄的瓜阿虎的資料放在B欄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假設你打開那個範例檔 原來裡面有公式的話 請你把它刪掉 就是B2到B10 這個範圍的資料先把它刪掉 那你試試看用 至少三個函數吧 一個是mid,一個是fine,一個是ifl 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